人类要深入了解世界无形磁场的运作,才能彻底解决暴力及天灾频传的问题。 日本将本圣博士的实验《生命的答案》水之导,充分展示人类的语言及肢体暴力都会传导到大自然。 当然也会经由所有动物的媒介而传导累积此暴力磁场,因而产生天灾或经由某个人引爆危险行为。 了无以上运作现象的人就会非常谨言慎行地避免对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及非人类施加暴力,包括语言及肢体动作。 因此,不难理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使怀者医师说,人类必须加碍心阔及所有的生命,否则世界永远无法得到和平。 我们经常希望世界减少不公义的事,但我们却经常不经意地注入暴力磁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过去,我们都被误导,吃肉才能健康。 但有9000名医师组成的美国责任医师协会早已研究打破肉是优质蛋白质的世纪大谎言。 因为一天,只要摄取到骨类及豆类,就能互补到完整的必需氨基酸。 放弃肉时,意味着摄取更多抗氧化、抗癌、抗病毒的植化素,让人更健康。 因此,要地球真正地实现和平,除了谴责大计小的暴力行为,更应该注意微细行为从餐桌上开始实践非暴力饮食。 非常希望大家能深切,领悟以上讯息。 除了对弱势人类族群的协助,越多人放弃肉时,就能要求政府将这世界超级暴力磁场发动机的动物涂塞场废除,将尊重所有动物生命权列为不是价值,以根本解决问题,世界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共勉居 共勉居